Jusco在小時候告訴我 不喜歡女人 我當時的心很難過 好像我不知道做錯了甚麼事 尤其是我們圍村人 是很抗拒這件事的 到現在過了那麼久 心態漸漸改變了 原來你愛的人 你不一定要他跟你的方法走 其實做父母的,自己的小孩開心 我已經心滿意足 所以我現在已經很接受他 由我十多歲對自己的 性向有認知時 我對爸爸會否接受 對我來說是一個恐懼 因為我們其實在社會中 已經是一個少數族群 其他人也不敢說 或者他們的職場 根本就不可以面對職場的人 如果連家人都不支持我們 其實我們的心理壓力會很大 但如果有了家人的支持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可以給予 我們很大的勇氣 我們勇敢地愛 做回我們自己 他小朋友的時候 我沒有很照顧他 我現在想跟他說一句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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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Gonna be alright, you know 立刻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 我會不會說